新的震灾 也要来看看缅甸风灾过后 到现在为止呢 终于有一些转机了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终于获得缅甸军政府的同意 搭乘直升机 在伊洛瓦底江的三角洲访问灾民 同时也要求要让国际救援人员 自己本身可以进入灾区 现在正在等待军政府的回应 而另外呢 到目前为止 在缅甸当地 至少已经造成了78000人罹难 56000人直到现在仍然下落不明 而罹难者当中 三分之一以上都是孩子 还有更多更多的孩子 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 面对天灾 这群孩子是最需要外界伸出援手的 而就在许多的灾民 无力无援的时候呢 这群蓝天白云 带来他们所需要的生活物资 更给太大给他们温暖的心 那就是慈激的缅甸勘灾团 经过无数次的沟通之后 终于突破了重重的困难 也获得军政府的同意 进行了勘灾和发放 那么第四次的发放地点呢 是在仰光东北方的南德宫的一座佛教寺庙当中进行 这次带来的物资有10公斤的大米 还有三包的泡面 而这回呢 灾民们大约有1879户总共 是8000人来到了现场 也使得这次的发放时间足足有5个小时之多 而事实上在发放的时候呢 现场还突然下起了大雨来 由于太突然了 大家没有准备遮雨的装备 当场志工们特别找了一个大帆布 一位志工就是一位支架 大家一起把这个帆布撑起来 这撑起来大大的雨伞就是一个爱心的保护伞 发放前一天 慈禧志工先来到南德宫进行勘灾 这里的房子只剩下支架 没有任何防护 有的人用所剩的茅草拼成小屋暂时居住 有的人还住在倒塌的房子里 令人心疼 灾民坐在受损的房子前 对未来茫然无知 22号慈禧志工把物资领取单 送到每位灾民的手中 并且运来大米 艺人传艺人 用接力的方式把大米搬到定位 这时天空作美是个大晴天 灾民双手合十 在两排志工欢迎下走进发放现场 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领取物资 等候的人就在志工带领下 唱着一家人手语歌 大家脸上的神情是放心也是开心 不过就在发放到一半时 现场突然下起大雨 稀里哗啦的大雨 打乱井然有序的秩序 由于太突然 慈禧志工找来大帆布 每位志工就是一个支柱 他们用身体把帆布整个撑起来 替灾民挡风遮雨 就像是爱的防护伞 在帆布的保护下 灾民领取物资 就不会领到雨了 在灾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慈禧志工把爱带到这里 相信这些回忆会深刻地刻画在他们心里 也许将来他们也可以像慈禧志工一样 做个把爱传出去的人 大爱新闻缅甸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